音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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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都是很熱情的 也不是說 因為你就像這個化學元素一樣 是有半衰起 那我自己體驗過的職場 幾個都不太一樣 一開始去馬總統在的團隊 那那個時候是 先去了國安會做研究人員 那時候心裡就想說可以去參與一些食物 然後希望對國家的外交 或是兩岸的關係能夠有更多的貢獻 那時候當然就是很 抱持一個剛從學術界走出來 然後希望能夠投入食物界的這樣一個心情 我覺得如果是你想做的事情的話 理論上就不需要找回熱情 因為是你想做的 然後你的熱情就應該要在那邊 如果當你有一天發現你對他沒有那麼有熱情了 也許在那個時刻對你來說 他就不見得是你真的那麼想做的那件事 就是說我們剛剛聊到熱情的問題嘛 其實這也是相關的 就是說你怎麼樣在日復一日每一天 都是跟媒體打交道的過程當中 找到一些不一樣的風景 你只要持續對你所接觸到的人跟事情 保持一定程度基本的好奇 那你就會有一些新的事情出現在你的面前 我覺得其實一直以來就是當發言人的這個工作本身 都是還有蠻多深刻的體驗的 因為發言人很有趣耶就是說 你是一個團隊的窗口 那特別是在政府部門當發言人的時候 你是代表公部門對外去說明事情的人 所以很多時候呢你會擔任橋樑的工作 就是你說的話會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代表你的團隊你的老闆 然後代表一個政府去對人民說話 所以很多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來自於 你會供逢其盛 因為這個身份的關係去參加一些 在台灣乃至於整個華人世界當中 一些蠻盛大的場合 現在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他們所面對的世界 跟以前的年輕人所面對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是現在的我們也許走到的一個狀況是 主權國家的這個或是說政府的角色依然存在 但是人民自然而然的對他的期許 不一定是像以前的那麼樣的 或是說希望他在生活當中發揮的功能 也許慢慢的有一些轉變 我們面臨到實際上的實質議題 變得不太一樣了 包括氣候變遷的議題 就往前10年20年他不是不存在 只是他重要性跟今天比起來可能不太一樣 不是說關心政治關心選舉 就是公共事務的唯一樣貌 我覺得很多時候 就是你關心你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 你臨裡之間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 然後我現在很多年先關心動物權利相關的議題 那這一些東西它其實也是一種政治 那你但凡有訴求能表達 甚至更進一步透過組織某個活動的方式去形成 甚至有很多數位公民對不對 那其實都會是表達的方式 那所有人都曾經是年輕人對吧 每個世代的年輕人都會因此有不同的特質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在網路原生的這個世代當中呢 那本來就會有更多注意力很能夠轉移的狀況 這個彈性其實是會比之前世代的人要更大的 我自己是這樣認為 這個世界是平衡的 所有的優點也會是缺點缺點也會是優點 那覺得年輕人衝動 但是假設真的是如此好了 但也代表著這些年輕人他是有衝勁的 多數的工作啦 會需要大家做一個團隊去運作的 所以如果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程度的群幸 當然還是會很加分 我自己相信這句話 就是我也常常對自己講 就是你碰到一個事情你想像一下 十年之後不重要的事 那現在你就不用覺得很重要 人生那麼短 然後當你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就自然而然會隨著記憶的不存在 而這件事情也形同不存在的情況 你翻遍了腦中的抽屜 你都不一定能夠真的找到 當初之所以這麼執著的答案的原因 那何必在現在又那麼執著呢 很多人際之間的往來啊 然後難免人跟人之間就是會有一些 需要去處理的關於群眾的議題 那我覺得每個職場都長這個樣子 都是這個樣子 那但凡碰到人的部分的挫折 或是進一步碰到事的部分的挫折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要告訴自己說 它是一時的沒有過不去的觀念 看完這支影片如果你喜歡 動動手指頭轉發出去給你的朋友圈 讓更多人看到 立刻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你的鼓勵是我們持續做更好影片的動力哦